现在打开电视,满屏都是小鲜肉小花旦,不是说不喜欢他们,只是这演技,就连普通观众都看不下去,小鲜肉们只知道拍完戏拍拍屁股,拿着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片酬,就走了。 可是留给观众的,却是不堪入目的电视剧,说实话,都对不起我交的电位钱啊,不知道从什么时候,抠图可以做到无所不能,哪怕演员不来,都能给你抠到那个背景里去。 不过对于这些小鲜肉小花旦们,似乎还很抢手,因为他们争议大,关注度高,能带来收视率,所以有的投资商根本不把演技考虑在内,更不会考虑观众们的感受。 广电统计了一份关于演艺圈内演员那剧的排行榜,许多小鲜肉和小花旦们被点名,其中有的夫妻生生上榜,排在第一位的是杨咪老公刘凯威, 电视剧数量十二,低于六粉的十二,好尴尬,这得是要多大的勇气啊,其中黄小明和杨咪都在名单内,看来观众们的眼睛还是雪亮的,最后一名是陆寒,对此,有网友表示痛快,早就该整治了。 其实,广电总局早就该清楚这些烂演员演技,还娱乐圈清静,没有演技的人人腾出路来,看看这小小鲜肉们的尴尬演技和上一片愁。 在对比下实力派老喜鼓,真是有点心寒,其实演技差的也并非表单中这些,在这个用流量说话的年代,演技已经不是衡量一个明星唯一的标准了,所以才会导致现在大量的烂片充斥着影评。 对此,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呢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